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氏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长 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聘经济反网部 好,今节我们说的事情 可以说是令到全美国的女性震怒 什么事呢? 美国 爱达河洲前众议员 就叫做 艾林格 他 霸王硬上攻一名 不够20岁的 议会实习生 而且 强迫对方 他强迫对方什么事呢? 就是 要 和他吹奏乐器 和霸王硬上攻人 如果不肯那怎样呢? 那你放肆放在床头 你走不走? 太过无耻了这个人 太过无耻了 最终 法院对他 判刑 也是重判 20年有期徒刑 要 必须要 而且一定要在八年之后才给他申请加息 我觉得最好连这八年都不行 十年 其实 其实这个人 我们看到 他前后 现在是清减了一些 可能在育中的生活 也很艰难 原来 他今年只有40岁 也不是很老 在2021年3月 涉嫌 霸王硬上攻一名 19 当然年龄 的议会 实习生 但是 他很坏 他本来就是 带他去高级餐厅吃饭 结束 够餐之后 把对方 带回家 当然 之后 就 当时两个人在家之后 就 梳化 之后 这位 男子 就说 可不可以入房间 当然 是 有入房间的 不过 受害女子他作证的时候 就说 当时 是被逼的 是被逼的 他就向 爱河华州 仲苑道德及 政策委员会作证的时候 当时这位 前议员 的行为 是霸王硬上攻 并非他口中说的 隆情密意识的行为 调查人员就说 女方当时 在 被逼 强行之下 即是被逼 就是 帮这位 议员吹奏乐器 当然 因为 就放在 床边 期间 这位女子 是想 挣扎逃脱的 不过 头 就是 被人 撞 而受伤 事后 这位 议员 就选择辞职 今年4月份 亦是被判 霸王硬上攻 是罪名成立的 所以你说到 不关事的 当时 哎呀 隆情密意 不是呀 不是呀 庭审期间 这位 女子出庭作证 就说整个经历 他就说 当时 他把 手指 当然啦 是乱动 太多详细 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 很不堪入耳 那 女子 就想 走啦 因为他就快 崩溃的边缘 就说不要这样啦 我不可以这样做的 嗯 还有呢 结果呢 他说说一下 在庭上 大哭 之后呢 就离开了静人籍 迅速地走出了法庭 真是令人相当心酸 虽然 律师就依照法官的要求追出去 但是呢 他真是已经是崩溃边缘了 不敢再说下去 因为当时太可怕了 所以就没办法继续作证了 日前的检察官 举行的这个 宣判听证会上 亦最后 怎样作证呢 只可以 是等他 这个人 鎮定一点之后 就叫他录了一段 这个 音频 录音档案 那当然啦 这位女子就说 原来 这个议员相当衰 他就叫支持者 把这位女子的 姓名、样子、家里住址全部公开 喂 起底 起底 在案发之后就到处 在公开他的 全名 照片和地址 亦都多次 是 用一些方法令他感到很害怕 所以现在他只要听到 这位阿哥艾特林的名字都会感到很恐慌 手都震了 所以呢 在室内室外 就装了最先重的监控录像 我们看到 艾特郡地方法院的法官 菲尔顿 就说 判这个 艾特林二十年有 企图刑 他是罪有应得 我都觉得是 并且 要在服役 八年之后才可以申请假释 出狱后 他会被登记成 这个 霸王硬上公的记录 是会登记下去的 直到 2055年之前 都不准跟这位女子有任何接触 那么艾特林呢 居然 在庭审期间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悔意 其实共和党也有多少这些人的 说真的 我不是说全部共和党人是这样 但是你知道右翼政党 始终 是大男人主义的人很多 他就说 我做过很多东西的 做过什么 原来 他就说 自己曾经参与过伊拉克战争 职责就是 是保护 妇女 两件事没关系的 你有保护过 不代表你可以霸王硬上公 对 没错 你说对了 有什么逻辑 郑文杰说支持民主不代表他不去大保健 亦都说 对自己 美军的身份感到自豪 甚至说自己 在庭审之前 曾经去约旦河 接受洗礼 并且 是忏悔了自己的 这个罪 这个罪刑的 亦都说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忏悔了很多 但是我没办法忏悔霸王硬上公罪 我 没办法承认 因为我没做过 有正有据 但是 这个法官就说 你 真的很过瘾 他有点像钉鞋 明明你是 向人家做坏事 你就说自己是受害者 说自己是英雄 也挺无耻的 但是坦白说 你两个都不是 你是把自己 推入罪行当中的人 将自己搞成这样的 全部都是你自己做的 没错 法官大人说得对 当然 这个人 慢慢地跌 你跌 最少八年 最好是二十年 坐着他 其实除了这件事件 有件事件 都令人震惊 什么事呢 原来 五角大楼 亦发了份报告 昨天 原来 美军当中的 霸王硬上公事件数量 在上个财政年度 是增加了13% 创了历史新高 因为美国国防部 是一个专门办公室 研究那些 一些不耻的罪行的办公室 截止 去年的9月30日 一年当中 有8,866宗 涉及服役人员 成为 受害人或对象的 有关霸王硬上公事件 比前一年 多了 前一年是7,813宗 不过 这份报告也说 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看到 通过对 士兵的调查就估计 现在 接近有36,000名 现役的男女军人 即是8.4%的女性 和1.5%的男性 在上一个财政年度 遭遇了 非志愿的一些接触 什么接触大家明白 所以五角大楼也说 由于用来衡量 霸王硬上的标准 已经是有所更改 所以没办法 合乎科学 确定是否 真正增加 这些 也确定不了 不过报告也说 其他数据也是有所 增加 显示了军中的不健康风气 是整体有增长的 五角大楼 军队应变能力办公室的主任 科士达 他说 这些数字 显示了 现在 对女性的霸王硬上公的发生率 是有史以来最高 对于男性 当然 霸王硬上公不一定是对女性 对男性也有 对男性的这个率 就是历史第二高 最高就是2006年 他也说这些数字很悲哀 显示了美军 令人极度失望 在霸王硬上公事件当中增幅最多的 就是美国的陆军 增加的率达到26% 26% 之后就是海军19% 而空军和 海军陆战队各增加2% 当然令人相当地不似 除了 美国的议员 其实澳洲的议员也有这些事件 是 在国户里面 这件事是比较新的 其实 来自新南威尔士州的议员 加里夫 华特 亦因为霸王硬上公 而接受审讯 这位是 Kimima的议员 现在就被暂停国会议员的职务 当然 他对所有的罪名 都说没有做过 其实他今年41岁 现在保释当中 过下应该是 10日之后 11、12日之后 其实就是14日 会在Sidney Darling 地方法院 过堂 究竟是什么事呢 霸王硬上公的对象 不是女子 虽然他是男子 霸王硬上公的对象 是 两名男子 两名男子 当然 今年3月 他逆织是他被 指控的两天之后 反对党 当然要对他做事 所以现在只可以暂停他在新南威尔士州 立法议会的议席 这位 这位哥哥 真的看不出 看不出 挺有趣的 肥肥白白 真的不知道 包括这些也不知道 这位议员其实在2011年当选 在 7月份的时候 记者提问 是否会停职期间代表社区发声 会不会再做些事 我行程表很满 很多人需要我帮忙 他亦说 仍然会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当然 他就 获准下次不出庭 9月14日可以不出庭 找律师就可以了 作为 新南威尔士州 自由党执政 自由党员 当然州长是不便评论的 这也对的 此时此刻 不应该评论那么多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